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爱的生命》这部剧是非常好看的医疗题材的职场剧 我饰演的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吴聪睿 我当初选择妇产科真的是无比的正确 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工作 比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更容易 他讲的是两个女生 一个女生比较冷面 但是医术非常高 另外一个女生呢 她是属于温暖性的 善于沟通的 他们两个人是属于互相能给对方一种安全感吧 我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他知道我都知道 吴医生说什么都对 他俩就是有一个互相吸引的点 互相激励 互相扶持 归陪一结束就要选出一个住院总 但只有咱们两个人希望是最大的 公平竞争吧 我不会让你的 我演的聪锐这个角色情商非常高 他非常地善于沟通 他对谁都是和颜悦色的 患者对我什么样我都笑 身手不打笑领悟人呀 他每一步每一步都要按计划行事 这是我大学八年 本书国联络的超级计划表 这个表呢 是我每个月都要完成的事 但是当他27岁的时候 他所有的计划全部都破灭了 优优独的角色 这些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泪 你知道我害了这个孩子好久好久了 演员要去让自己的身体和感官去饰演她的时候 自然而然要做很多的功课 要不然你演出来也是不像的 我们追求的其实更多的是真实实际 而不是比较悬浮的 我有一个小设计是 我说话的声音会变柔 因为我本身的嗓子有点痒 我平时说话的时候都是细声细语 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我的声音又变得轻柔 恭喜各位母女平安 恭喜你啊 是个儿子 恭喜你 是个女孩 我们穿的这个防护服在手术室里面拍戏嘛 我们从早上开始然后穿一整天 我们所有演员穿上这个防护服 大概不到半小时左右 该晕的晕 该睡的睡 该导的导 我不穿这个衣服 不去体验 我不会去了解原来医生是这么辛苦的 但当你穿上这个衣服 你去试验他的时候 你才发现 我一天我就难受都受不了 但是别人这是他的职业 每天 每日 每夜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做了一件事 可能观众会看到 他有新的作品了 可是医生呢 他挽救了那么多的生命 迎接了那么多的生命 可是我们又有多少人 具处他们的名字 作为一名医生 尤其是妇产科医生 我们能做的就是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要克服自己的弱点 让自己强大起来 《亲爱的生命》这一部剧 它让我们所有人 看到了凝结新生命的过程 这部戏会让我们更了解医生 并且走进医生和新生儿 生产过程的一个新的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